巴金森病是什麼病?它是黑質細胞的死亡 那黑質細胞死亡以後呢,多巴胺就不足了 多巴胺不足就造成動作的障礙 那我們現在有,我們發育巴金森病的時候 我們推回去,就可能它黑質細胞就下降了 那黑質細胞下降的時候,那我們怎麼去檢測呢? 我們去測它的囊炮的量夠不夠 因為囊炮量夠的話,黑質細胞就夠了 囊炮量降低,就代表黑質細胞就不夠 它就代表可能是巴胺不足